第四季出場戲份比女主還多 讓男主看到裸體次數比女主還多 幫助男主次數比女主還多 和男主共患難次數比女主還多 和男主貼貼深度比女主還深 為男主犧牲次數比女主還多 吃男主術次數比女主還多 從來沒有站在男主對立面 主動保護男主爭操 差點比女主更快走入結局 最後比女主更糟糕 我就問怎麼輸 雖然我很講這麼說 但看起來劉和貝爾在一起的機率真的不高 即使有一堆二創小兔子圖也一樣 嗨,我是卓哥 看完第四季 狐狸黨、艾斯黨紛紛出走 就此加入劉黨 黨都錄了 怎麼能不好好認識教主呢? 今天就來回顧 截至日版18集進度為止 截風、劉、黎昂經過的人生 放心,只有最後一大段會大爆雷小說進度 到了會提醒 在節目開始前 先來介紹本次的乾爹 Utopia No.8 你覺得生活苦悶嗎? 你 想輕鬆探索世界 打造夢幻的理想人生嗎? 那 由台灣開發團隊研發的 Utopia No.8 一定非常適合你 我們可以在一顆全新的美麗星球上 伐木、釣魚、採集材料和食材 體驗自己自主的悠閒生活 覺得自己元素收集的不夠快 也可以靠可愛療癒的寵物 Pia協助我們收集 得到的資源可以用來製作 服飾、家具和料理等生活物資 也可以將資源進行販售、交易和捐贈 透過物資交流 我們可以輕鬆的跟朋友們 一同打造理想的生活環境 像這種要交流的遊戲 怎麼跟其他玩家互動就很重要 遊戲很貼心的內建了強大的語音和視訊系統 像是進入K歌房 直接拿起麥克風和好友K歌 又或是進入時尚潮流房 和好友研究穿搭 至於桌遊房、遊戲房 對我這種不喜歡出門的人來說 更是一大福音 除了這些內建好的房間 我們當然能建立更加獨一無二的主題套房 利用這些房間 輕鬆建立社交圈 不只生活環境 我們也能打造極度客製化的角色 髮型、髮色、臉型、膚色、眉型、眉色、嘴型、純色、高、矮、胖、瘦 數千種外型加上藍設計 你的角色絕對只會屬於你 現在點擊下方連結 一起加入Utopia No.8的大家庭吧 精靈族 一個美麗、高傲、潔癖 只准自己認可之人觸碰自己肌膚的種族 與表面相反 他們會用華麗的遲早讚揚同胞 會用輕蔑的態度嘲笑他族 糟糕 精靈會嘲笑其他種族的設定 算不算種族歧視 作者不會被出征吧 幸好劉並不是這樣的人 他從出生以來就一直嫌悟族人有這種想法 甚至為同胞感到可斥 受不了族人的他在11歲時離開出生地 由於從小被當成精靈戰士訓練 他平安的來到歐拉利 這個無論天神、人族、精靈或仙晶都沒有種族隔閡的地方 劉期待交到外族朋友 與他的願望相反 酒醉的獸人 亞馬遜倉婦、矮人冒險者 他拍掉了所有人的獸 這不只是因為他是精靈 主要是因為劉不習慣聚集在自己身上的視線 回過城來 劉不帶遮臉都冒就出不了門 就在劉對自己以及歐拉利失望之時 他遇見了正義女神、阿斯特莉亞 女神不僅沒有被劉的態度嚇退 還看穿劉需要夥伴 在留下食物以及卷主所在的位置後 女神就怎麼離開 這一次是劉造訪歐拉利以來初次接受的溫情 就這麼剛好 儘管沒有立刻加入阿斯特莉亞卷主 劉還是跟阿斯特莉亞卷主的人產生邂逅 在劉被都羅騷擾時 亞歷蟹出面解圍 明明被幫助了 劉卻非常沒禮貌 沒道謝就算了 還說對方的行為是自我滿足 被劉這樣嗆 亞歷蟹也只是淡淡的說了一句 你這小姐好孤僻喔 這語句令劉徹底暴怒的回 你想說因為我是精靈嗎 令劉意外的是 亞歷蟹把劉的態度歸咎於劉的本身 還要劉不要亂怪在種族頭上 被當頭棒喝 劉的內心受到衝擊並認錯 劉的真誠令亞歷蟹出現好感 於是在亞歷蟹的送用下 劉把自己的煩惱全部說了出來 聽到劉不敢和人接觸 亞歷蟹直接把劉的手握了起來 明明是食指交扣 劉卻沒有拒絕 正令亞歷蟹鬆了口氣 他開心的邀請劉加入自己的所屬卷主 來到阿斯特莉亞卷主的總部 劉知曉了他們的目標 在正義女神的名下 他們會更正世間的錯誤 具體而言就是解決以黑暗派系為首的混亂局面 為歐拉利帶來安寧 就這樣 劉找到了生命的方向 成為了阿斯特莉亞卷主的第11名成員 阿斯特莉亞卷主的冒險 全部都收入在 《偉大冒險談 阿斯特莉亞回憶錄》 這份回憶錄我沒跑遊戲 沒辦法簡短介紹給各位 等哪天小說繁中版出了 或是劉的流量真的太香 我才會提早伸出來吧 冒險的終結 各位也知道了 在劉19歲那年 把黑暗派系逼入絕境的阿斯特莉亞卷主 誤踩敵人的爆炸陷阱 陷阱本身是沒給卷主造成多大的傷害 但受重傷的地下城 卻召喚了扎格納特 這玩意速度快、力量大 還具備反射魔法的能力 對於絕大部分的冒險者來說 就是初見殺 在場的所有人幾乎都被一擊消滅 這邊補充幾個點 首先 他們是位在30層的密林的峽谷 扎格納特有個特性是 不同層數生成的個體 能力值也會不同 30層這隻看起來賊恐怖 但其實跟27層也就是貝爾遇到的那隻 基礎值應該不會差太多才對 再來 初見殺的特性 確實會造成阿斯特莉亞卷主大量傷亡 但如果劉沒有衝動 並和雅力蟹等人冷靜應對的話 有機會 有可能 拖到扎格納特自行消滅 與扎格納特一戰中 大半成員都被順殺 沒被順殺的 也逃不過扎格納特的追擊 狀況比較好的 也只有劉藝人而已 也因此 雅力蟹才會希望流活下去 並帶著剩餘的人進行特攻 卷主同伴的犧牲 斷了扎格納特 一手一腳一擊反射盾 然而 還是被扎格納特跑了 第三 這時的阿斯特莉亞卷主 全部都屬於二級冒險者 9個Lv4 兩個Lv3 抵達最深樓層是41 樓層主討伐21次 從帳面數據看來 是很鬼的那種 如果順利活到現在 可能還會出現不少等級5等級6的狠角色 最起碼 治療好傷勢 再度回到30層 並做好送死覺悟的劉 不但找不到夥伴的屍體 就連死敵都只剩粉 無可壓抑的憤怒化為黑色衝動 額…這一詞我知道被東萬搞臭了 但他本意指的應該是 復仇、破壞、殺戮等負面慾望 與正義絲毫扯不上邊 復仇前 不想讓主神看到自己醜態的劉 懇求主神離開歐拉利 主神也在離去前 要求劉捨棄正義 這個說法 在劉一開始的主觀解讀中 以為自己被主神捨棄了 但事實上… 等級4的劉用盡各種精靈不該用的方法 僅憑一人 就在暗中瓦解了所有的黑暗派系 動畫沒講到的是 凡是有一點點嫌疑之人 劉都殺無色 商人、公會成員都一樣 復仇到最後 劉也殲滅了害他們團滅的罪魁禍首 柔陀羅劍竹 是啦 和督羅在內 還是有一些人沒事 但不管怎麼說 劉毀滅了商房、眷竹和傭兵團等 共27個組織 這個結果成了 歐拉利黑暗期 影響終結的契機 復仇成功的劉 並沒有得到滿足 只有滿滿的失落感 就在劉用盡力氣 準備迎接死亡時 希兒向他勝出了援手 而希兒也是第二位 能觸碰到劉的人 被希兒撿去酒館 劉睡了整整三天三夜才醒過來 就這麼剛好 在劉大喊 我已經沒有任何活下去的理由了 的瞬間 劉的肚子叫了 現場一片尷尬 或是只有劉尷尬 蜜雅也順勢做好飯菜 強迫劉吃下去 劉是LV4沒錯 但蜜雅是6 當劉一吃完 經典的威脅來了 蜜雅很天心的 要劉支付5000萬的餐點費 比肯丁還貴 順帶一提 貝爾的刀也才2億而已 劉是有去砍人 但沒有搶錢 根本付不出這筆錢的她 只能留在餐館裡洗盤子 再說一次 蜜雅是等級6 在豐饒的女主人裡 蜜雅就是法律 得到新身份的劉 剛開始做什麼事情都做不好 不會削蘋果 打飛同事 接待客人沒表情 向別人殺價 希兒是用女性優勢 劉是用威脅的 在這平凡的生活中 是希兒讓劉再度有了笑容 也是希兒代替歐拉莉的眾人 告訴疾風 謝謝你 為了我們而戰 劉確實是出於私欲而進行復仇 但結果也確實對一般民眾們是好的 孩子們的嬉笑聲 民眾們的笑容 讓劉知道 自己必須見證亞歷蟹等人的遺物 內心的空洞被填滿 眼神恢復以往的光彩 想報答希兒的劉 決定繼續在餐館裡工作 當服務生出奇 劉被未來的兩個同事盯上 黑貓、可蘿伊 以及黑拳、路諾娃 兩位都是個別接案 等級4的殺手 就這麼剛好 兩邊選擇同一天對劉出手 四方亂戰 劉的住宿爆炸 直接把小巨人蜜雅吵醒 就這樣可喜可賀 劉多了兩名同事 豐饒的女主人 戰力也越來越強 又過了兩年 時間來到貝爾出現在歐拉利之後 劉最早會在意貝爾 完全是因為貝爾是希兒的心上人 先說 劉並不是在助攻途中 慢慢喜歡上貝爾的女表 正確來說 動畫前三季 劉只認為貝爾是一名高潔之人 對他完全沒有男女之情 第一季 兩人有明確交集 是莉莉偷了貝爾的赫斯提亞之刃那次 由於對著匕首印象很深 劉一眼就看出他並不屬於莉莉 在這之後 劉也有給過貝爾 關於冒險者的建議 大概是從這個時間點開始 貝爾已經把劉視為值得尊敬的存在 第一季的尾聲 受赫斯提亞所託 劉抵達18層休息處 不知道為何 所有女性都在同一時間洗澡 劉也在同一時間 被貝爾看到裸體 這邊是一比一 艾斯也有被看到 在這之後 劉帶著貝爾 拜訪了夥伴們的墓地 我想這時候的劉 已經相當信任貝爾 洛基隽族一走 發生兩件大事 其一女生被綁架 其二黑色哥莉亞登場 小混混就算沒有劉 大概也能搞定 但後者沒有劉的話 貝爾甚至沒有時間蓄力英雄願望 事實上那時候的劉還在隱藏身份 而一旦用了光明之風 勢必會有人對劉的身份出現頭緒 也就是說 劉不惜公開自己的情報 也要保護貝爾 遵守心中的正義 第二季中 劉也有接受賀米斯的請託 以外援的身份加入戰爭遊戲 說真的 劉沒加入 那赫斯提亞卷族 根本贏不了阿波羅卷族 雖然嚴格來說 劉並不符合參加資格就是了 第三季整季 都是一端而事件 劉為了保護貝爾的真操 不被阿伊莎奪下 他就跟著貝爾行動 重點是 貝爾需要護衛時 第一個想到的也是劉 當貝爾保護維尼 當貝爾 這個名字真的是 總之就是貝爾被冒險者們討厭時 明明劉自己也才剛被黑色猛牛K過 但他卻選擇相信自己認識的貝爾 是的 就跟之後的貝爾相信劉一樣 在雅思菲的告知下 劉得知了異端而的存在 儘管是雅思菲用黑暗派系殘黨的情報 來換取劉的協助 但不管怎麼說 就算沒有這些 只要阿伊莎行動 我想劉也會跟上 作戰途中 等級5的劉 用著規格外的力量 將冒險者們一一粉碎 貝爾則靠著主角光環 怎麼樣都死不了 火焰閃電 威力不大 反射後的貝爾沒被燙死 貝爾的脖子被直擊 能靠著鋼鐵圍巾撐住 被切斷的手和傷口 能靠著人魚之血幾乎回滿 最後 貝爾用聖火英烈斬成功打上災厄 這時 想試圖控制災厄的都羅 卻被災厄一分為二 就在兩人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時 殘血的大蛇突然不講武德 偷襲 把兩人一路電梯向下帶到深層 受重傷的兩人 被迫在37層展開生存戰 就是從這個時間點開始 覺得是自己拖累貝爾的劉 才會想把自己僅存的精神力 用來治療貝爾 然而不虧是撩妹達人 一句 我需要你才能活下來啊 就打消劉立刻送死的面頭 在劉的建議下 貝爾小碎5分鐘恢復了精神力 兩人也撿到前人的裝備和藥水 繼續往正規路上前進 路上 劉盡可能的把自己的知識 戰鬥技巧 全部傳授給貝爾 在相互扶持下 劉對貝爾的感情逐漸加深 作為最關鍵的一集 是在競技場之戰 不得不說動畫演出是真的絕 書中的狀況明明是 貝爾負責開路對付前面的敵人 劉負責墊後拖住背後的敵人 在前線的貝爾本以為 劉能展現18般武藝壓制敵人 然而一轉頭卻發現 劉只能做最低限度的攻防 還弄得渾身是傷 等貝爾注意到劉的意圖時 劉已經將橋炸斷 其中一顆風還順便把貝爾帶到遠處 結果咧 動畫演得黑人問號 欸 為什麼劉不跟貝爾一起走 再炸了橋就好 劉根本想死吧 明明真實的狀況是 劉根本沒辦法跟貝爾一起逃跑 唉 真的是謝謝你喔 上天茂 你的演出真的很精彩啊 面對能無限重生的怪物 就在劉絕的自己真的要死在這裡時 貝爾繞路殺了回來 這時候動畫黨又有疑問了 欸 貝爾怎麼有辦法殺回來 借一下PTT網友的圖 事實上 他們的路線應該是長這樣 兩人進來的那個出口 如果沒被擋住 那右側的出口會比較近 貝爾也是從這個出口再度回到競技場 回來拯救劉的貝爾 將最大蓄力集中在火焰石 然後引爆 超越一切的火力 乍穿競技場地板 兩人因而衰落到這一層的安全區域 S4 20級 大概是第一竹動畫4季以來 唯一超越小說的一集 被網友評為一集神作 貨救的劉 責怪貝爾為什麼要回來 但貝爾不但說 劉一定也會做一樣的事 還強調 劉沒有捨棄正義 正義一直都在劉的心中 大眾啊 劉就是在這一刻喜歡上貝爾 後來貝爾靠著 另一個女人教導的技巧 成功讓劉喊出自己的名字 而且 劉之後也都這麼叫 劉一直都很笨拙 以為殺死好友 40是靠他的魔法才擊退 以為是苟且投身 40是 夥伴的正義 都寄託到他身上 以為被女神趕走 40是女神怕劉內心崩壞 才會要劉放下正義 以為殺光黑暗派系的做法 十二不赦 40是普通民眾們都很感謝他 以為自己的正義一點都不剩 但事實是 在貝爾等人眼中 劉就是正義的化身 上述的這些誤會 希兒解了一個 劉自己解了一個 貝爾也解了一個 這也難怪 劉會暈貝爾了 回到正題 發現水源 貝爾放心的暈的過去 劉也順勢在水中接到貝爾 劉餵水的這一段很有意思 大聲老實說自己為了寫愛情喜劇 親自去玩 從沒玩過的美少女遊戲 嘗試了30多種失敗路線 才抵達了好結局 因此在寫劉這篇時 老師是懷抱著想進入驚雷女主真正結局的心情 只可惜最後忍住了 因為還有一些女生在等貝爾救 換句話說 如果沒有其他女生要救 劉這邊用嘴味是相當有可能的事 唉 只能期待二創了 既然泡了水 衣服身體就會濕 劉和貝爾也只能很大膽地把衣服脫光 冷靜下來後 劉把自己的過去全部告訴給貝爾 而貝爾也只是笑著回 劉先生這樣死了 就這麼高好 火燒得不夠大 劉也射心大起 不是 是慎重考量後 要求用體溫溫暖彼此 儘管有邪念 但劉看起來也不是主動進攻的那一派 最終還是只能由貝爾 從劉的背後抱住劉 說真的 這種爆發 如果貝爾有那麼一點點跟劉一樣的想法 劉一定會知道 劉沒反應就很多方面來說實在很遺憾 休息數小時 精神力表面傷勢都恢復後 兩人再度踏上旅途 最後一個難關 課了一堆怪物的災惡 一般來說 災惡根本不可能這麼做 災惡的特性是 體內沒有存在魔石 就算失去頭部或胸口被破壞 也還是可以繼續活動 而其代價是 時間一到就會消滅 但這隻就不同了 受到項圈影響 他開始想要幹掉 那個為他帶來恐懼的敵人 為此他變成了 只想殺掉貝爾的存在 判斷沒有右臂就殺不了 他犧牲自己的存在時間以及移動速度 把自己改造成合成獸 動畫上可以看到 黏在他身上的怪物有的還沒死 犧牲速度 災惡換到的是不同種類的攻擊模式 甚至就連樓層組的攻擊 都被他給模擬出來 強大的敵人 把貝爾和劉逼上絕路 由於感受到怪物的執著 判斷兩人都會死在這裡的劉 開始對貝爾說謊 並決定和貝爾在此長眠 欸? 不過 貝爾就不同了 他是英雄 貝爾對劉說謊 只是為了讓劉放心 好讓自己能去跟災惡單挑 結果你們也知道 兩人還是聯手幹掉災惡 氣力放進的兩人 確實是沒辦法動了 但 異端兒們也就這麼剛好在這時找到兩人 靠著人魚的血 兩人微弱的生命硬是撐到了地表 睡了三天 好不容易梳醒的劉 在為朋友流完眼淚後 一聽到貝爾在附近 劉立刻衣衫不整的衝去貝爾的病房 當劉發現自己身上穿的東西時 慘叫聲想騙整個醫院 這次事件後 公會把疾風當成戰士 所有責任都推到死人身上 又過了一陣子 劉在一個能把歐拉利收盡眼底的哀求 再次笑著對貝爾道謝 而這個女性公敵 居然直接稱讚劉的笑容 比過往的笑容都還要美 不只 貝爾還說很高興能看到劉的笑容 突然這麼一下 害得劉不敢再看貝爾的臉 就這麼丟下貝爾 跑了 以上就是前四季的內容 接下來要介紹的就是小說15-18的內容 怕被暴雷的朋友 先好好思考後再決定要不要聽下去 從貝爾稱讚劉的笑容後 劉就一直躲著貝爾 即使貝爾在豐饒的女主人開慶功宴時 劉也非常刻意的不理會貝爾的搭話 劉的態度 希兒一眼就知道是怎麼回事 不過他也喜歡劉 所以沒有多說些什麼 劉知道自己對貝爾很失禮 可是就是沒辦法鎮定 更不幸的 劉單獨到垃圾時被貝爾搭話了 意識到兩人在獨處的瞬間 劉賞了貝爾一個過肩摔 害貝爾暈了過去 為了不被同事發現 劉只能公主抱起貝爾 躲到無人的巷弄 並讓貝爾吸枕 就在劉說出 我不可能討厭你 反而 話還沒落下 劉注意到貝爾在裝睡 害羞的劉只能把貝爾捏醒 很不幸的 貝爾在反而時才醒過來 由於貝爾還是在意 劉為什麼要躲自己是不是生氣了 劉也只好說 不可能討厭貝爾 不看貝爾 只是因為無法直死貝爾罷了 木頭男沒察覺到劉的心意 只是自顧自的在受傷 後來兩人談起彼此的近況 劉也在貝爾的提問下 開始介紹起過往的夥伴 在這之後 女神祭開始 知道劉心意的希兒 問了劉 自己能不能邀請貝爾參加女神祭 忍著心痛 劉只能支持希兒的戀情 欸 劉不是說說而已 儘管一度腦袋燒壞 但當希兒告白被拒絕時 劉心中沒有一絲一毫的喜悅 而是責問貝爾 為什麼會拒絕希兒 然而 在得知貝爾有心上輪後 劉反倒冷靜下來 在這之後 沒能得到貝爾的弗雷亞開始發瘋 他用他的魅惑強爆了整個歐拉利 所幸赫米斯在中招的前一刻 將亞非斯和劉第一時間送走 然而 在劉回到歐拉利後 還是被弗雷亞逮得正著 拖珠劇的弗雷亞 向劉承認自己是好玩才扮演希兒 這讓劉拍掉了弗雷亞的手 還說不會承認弗雷亞就是希兒 被這樣反抗 失去耐心的弗雷亞一不小心發動魅惑 知道自己失態 弗雷亞立刻道歉 而道歉就要表示誠意 弗雷亞拿出的誠意是 問劉要不要跟自己一起共享貝爾 弗雷亞希望三人能在床上相親相愛到不分彼此 這個美好的建議誰來化成本 咳咳 只讓劉感到噁心 既然拿劉沒辦法 也不想洗腦劉 弗雷亞只好把劉軟禁在自己的大本營 後來 赫斯提亞破除洗腦後 劉也在賀倫的協助下 越獄成功大鬧大本營 赫斯提亞也在雅思菲的幫助下 來到弗雷亞面前 自己弄到這地步 弗雷亞還是不想放棄貝爾 於是向赫斯提亞發起戰爭遊戲 對於赫斯提亞來說 他無從拒絕只能接受 弗雷亞的報信引起多個卷竹不滿 呃…主要是女神所屬的卷竹 這場戰爭遊戲是 弗雷亞卷竹vs赫斯提亞卷竹聯軍 由於工會不希望城市失去任何一名異級冒險者 因此洛基卷竹被要求不准參賽 艾斯也被弗雷亞要求償還斷戀的人親 因而無法與貝爾接觸 這下好了 洛基卷竹不參加 弄得一票人也開始打退堂鼓 聯軍這邊的最高戰力 只有等級5的貝爾和賀菲斯托卷竹等人而已 為了扭轉這種劣勢 劉沙去主神那邊請主神幫忙更新能力值 還把主神接來參加戰爭遊戲 劉相當可怕 他達成史無前例的一次跳兩級 而且還獲得了新魔法 阿斯特利亞回憶錄 又稱群星的記憶 這個魔法是繼承了過往阿斯特利亞卷竹成員的意志 讓劉能夠發動過往夥伴使用過的魔法 唉 一個是為了男主不惜粉身碎骨 一個是為了不具有強制力的人情 而放棄幫助男主 唉 怪不得 劉的人氣光都不行 手遊中 劉的人氣在日本、美國、韓國 本體至中文圈 接獲得第一名 只有歐洲是第二 全球綜合排名人士第一 哼 各位都很懂嘛 戰鬥途中 劉趁亂告白 至於貝爾到底怎麼回的 只有第19集才知道 各位阿 別以為劉完全沒有機會 事實上 劉的告白應該不是放棄貝爾 在特點中有提到 正義女神在開打前 就說劉已經找到新的居所 要劉離巢 這時的劉 想到的光景是 酒場 以及 白髮少年的身後 順帶一提 就算改中 群星的記憶也還是可以使用 戰爭結束 當貝爾對弗雷亞說出 真是不聽話的小壞貓時 劉用像是能殺人的眼神注視著貝爾 種種證據顯示 劉沒有放棄 至於貝爾怎麼看劉的 我只能說 劉的三種屬性 黏上、金髮、精靈 全部都在貝爾的好球帶 一心憧憬只要解除 或是艾斯對貝爾沒有這個意思 又或是貝爾真的全收了 劉都是有機會的 18集的結尾 在劉賞了弗雷亞一個巴掌後 還是原諒了弗雷亞 好了 以上就是劉目前的所有主要劇情啦 明明說好不講地下城的 但劉死在太祥 這片才會誕生出來 喜歡劉的朋友 還請不要忘記 按讚、訂閱、留言、留言加分享 真的 信我 把這一集分享給劉黨吧